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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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白妃娘的药就不用劳烦你了 什么东西 中文字幕——YK 又网上有名了 送钥匙在百妃秦宫内探头探脑 奉百妃口谕 以后百妃所用药物 蹊跷不得粘手 你看看你 你在宫中还有什么前程 姑姑 你应该知道邵春华和百寒香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得势 哪会放过我呀 就是因为你平日里树敌太多 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宫中的女子 别说你 到今时今日 姑姑我一个都不敢小看 昨天还是你的属相 今天有可能就是你的主子 你怎敢小去呀 不喜欢她 也得笑面襄阳 实在气不过的 在心里暗暗计下刺激而动 你干什么呢 你就会生气 你生气有什么用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也弄个废子来当的 到时候别说春华寒香了 就连我这个孤回子给你下回子 给你磕头 出去 少给我惹麻烦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你最好也别小看我 七小看见你来我就多信 这是太后服药后吃的蜜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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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 七巧 都怪我在宫中无权无势 帮不了你的忙 算了 说出来 我心里也舒服多了 说点别的事吧 我这两天在想 我想重新开始练舞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当然好啊 你保持好状态 才能赢得皇上的欣赏啊 当不当妃子 我已经无所谓 我就是不想整天 这么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没意思 那你要练舞 岂不是要找月宫局的人 来奏乐啊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怕那个邵春华 从中作梗 你怕他什么 说到底你还是个淑女身份 依我看啊 除非不练 要练的话 就要找最好的月宫 来给你配合 以前春华和寒香气 还算不错 但现在他们不可能 帮你练舞了 你就去找 红乐 如月 他们现在是月宫局 最好的月师 是吗 嗯 那我让海棠去找他们 可是春华那边 他要敢不拍 最好的月师给你 你就到上公局 去参他一本 看他日后 还敢不敢作威作福 这 这什么 你看我收拾海棠 就知道在后宫之内 不能太谦让的 要不然就会被人欺负 也不看他自己是什么身份 尹思月 您怎么了 怎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啊 你不是跟少叔女关系好吗 是 他怎么了 你告诉他 在宫中最要紧的 是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看 他要传月宫 给他伴奏练舞 指定要红恶和如月 他们是宫中最好的乐师 太后要听曲还差不多 他怎敢这么没有分寸 对 一言 英思月你别气 为什么偏要叫我妈 你们也知道她的状况 越是不顺应 就越觉得不被尊重 你们要是拒绝了她 她会想太多的 就算帮我一个忙 你们去陪她练舞 给她些信息 她才能振作起来 既然少长越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走一趟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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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 去几乎查 是 七巧 幸亏有你帮忙 现在宫中啊 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看到你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我都替你高兴呢 谢谢 来来来 坐下 坐下歇会儿 我帮你们的好事 少春华 你等着敲 我让你禁止 好 你快走 快走 是是是 你 你要干什么 走 马大人 快放开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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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开 不然我杀了他 快闪开 大家饶命 密家要是把警官直升 在下一定给你外头 废话少说 给我退去 走 马复龙被铁面人劫走 上公 这铁面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上次是旧饭馆 这次又挟持正往山西赈灾的马大人 究竟所为何事 难道他知道 节流赈灾粮的事情 然后劫走马复龙 猎图谋 长公 那怎么办 奇怪 如果铁面人想要揭穿这件事的话 他需要的是证据 用不着那么费神费力的 去抓一个朝廷命官 难道 他是想要利用姓马的 来指证我 马上派五十名锦衣卫 在进京路上守候 见到马复龙和铁面人的话 格杀勿论 是 记住 铁面人不可活 马复龙更不可活 属下明白 属下 中文字幕组 马大人是吧 我是汪川宫的人 你们你们不要杀我 给我上 嗨 你怎么了 去那 快 人哪个 去那边 去那边走 上下来 给我来 是 停 停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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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沒有 沒有 敵人 拿著我來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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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爺 我給袁公子轉點藥去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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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趵 VER 或 挤 瘟 拼 昨天 田大哥 你是我大哥的生死之教 我相信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对得起良心的 只是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 说来话长 全是久能犯贷 你们这么多人 能让一个人逃掉 战功西弄 那人武功高强 因为我们 必须要先杀死马富龙 才令铁面人有机可乘 长官放心 我已命人继续在附近搜捕 他身手重伤 料他也跑不了 马富龙如何 他早已在林中 被我们杀掉了 总算出了一条祸根 这个铁面人到底是何方神杀 要是被我揪出来的话 我肯定把他随心温断 我肯定把他随心温断 这几个月来 王侄却把我说成是对朝廷不利的乱当 皇上还信以为真 让王侄的西场更加庞大 本以为把马富龙捉来 可以在皇上面间 执政他私吞阵宰米粮之事 没想到 却无亏一溃 来 要可以到区上 你快要到区上 到区下 到区上 以免牵连到你们 袁大哥 我杨勇虽不及你的豪气 但我也绝非贪生怕死之徒 你尽管在这里休养 没事的 好 你这个情 远方令寿了 好好休息 来 我去看看中国美洋回来没你 让开 让开 停 大家好 拿包出来 此人 大逆不当 图谋不轨乃朝廷住饭 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此人 在附近出没 如果谁敢窝藏他 便被视作同谋 看清楚了 来 看清楚了啊 看见没有 来 见过此事吗 没有 见过吗 没见过 看清楚了啊 让开 看看 看看 见过没有 过来 你给我挨家为户地去搜 其他人留在这儿 继续查 我们走 是 继续搜查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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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中国 二少爷 有什么事了 我看到 我看到忘志 带着信长的人 在街上四处寻找 袁少爷的下落 很快就会找到这儿啊 中国 杨勇 我不能连累你们 我该走了 等等 袁少爷 袁大哥 你现在出去的话 不能一次投罗网吗 中伯 把袁大哥的面具 丢到井里去 再把家里 所有的酒都拿出来 哦 朱伯 袁大哥 杨勇 千万不能冒险 要是连累了你们 我永何颜面 在酒泉之下见令兄啊 你放心 没事的 这次 你听我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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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生 莫生 多 多刀 多刀呀 再磨点 来 来 来 把门打开 是 穿钩 大哥 你不能再喝了 酒 给我酒 不能再喝了 不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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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再喝 你不能再喝了 别忘了 别忘了 给我酒 不要喝了 不能再喝了 你干什么 差点伤了我们厂公 你不想活了 参见厂公 杨勇 在宫中见过厂公 呃 请厂公恕罪 你是宫中的人吗 呃 杨勇 是宫中的月宫 好 老师 我 你 你 不 我 受 好 好了 亏你还是龙叔之人 居然为了一个女子弄成这样 还不快给厂姑行礼 是 行礼 行什么礼啊 死都不下活了 不下人气味 想死啊你 干什么 你打我呀 打我呀 你打死我啊你 又不是你打呀 行了 厂姑都不成功 你打 厂姑 他真的是太失态了 赶紧把他弄进去 我公子 干什么 我没喝多 给我 给我回来回来回来 你喝不过了啊 给我讲 不要说了啊 让我喝酒 快快快过来 真是失礼啊 这姓袁那是何许呢 师兄元放 本来是吏部的一个小官 只是因为他心爱的女人病逝 所以他才自暴自弃整天饮酒 还请场宫见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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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呢 这是 你 是 是 是 少爷 我去煎药了 怎么样了 袁大哥 他们走了 你以后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养伤 幸亏你刚才集中生枝 否则我一定会死于汪之之手 别这么说 总之以后你一定要小心 我已经失去大哥了 不想再失去你 放心吧 今天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长工 查到袁芳的底细了吗 回长工 袁芳的确是律部官员 曾是周尚书的得力助手 数月前突然辞官 不知去想 因为查到他之前跟那个周尚书 是否在闹不合 没有 那他为什么此官都没人知道吗 正是 不过听说周尚书也曾为此事甚感同心 周尚书 周尚书表面上虽然与我西场没什么瓜葛 但是他一直故意标榜清高 幸好皇上对我信任才没有跟我正面交付 这个铁面人 这个铁面人 竟然要走 应该跟他 不是一会儿了吧 那 要不要再派人追踪此人 不用了 看来这个铁面人 顶多就是个多情种而已 有没有查到 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人呢 回长工 暂时还没有发现 这个铁面人如果落到我手里的话 他会死蓝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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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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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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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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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近日很少在后宫走动 两宫太后用乐曲苦斗一事 不知您可有所闻呢 这个乐宫局的人搞得人压马翻 损兵折将 这件事我略有所知 当中有一个人才智比得上汪长公 我想收尾己用 不知娘娘指的是哪一个 少春华 少 就是那个 乐宫局的小小乐宫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 令娘娘对他如此器重 任何有才能的聪明人 本宫都很看重 能够被本宫所用 当然是好事 否则就会成为本宫心头上的一根刺 这个道理 你应该最明白 哦 明白 不过奴才担心的是 那少春华看来年纪尚幼 到底是敌是瘾 还需要时间观察呀 没错 汪长公的看法 与本宫真是不谋而合 所以日后本宫会多留意这个人 能够得到贵妃娘娘的留意 真不知道那个少春华是哪辈子修来的父亲 汪直希望他可以早日成为娘娘的新妇 为娘娘效力 那么就要看他有没有汪长公你 这般聪明 谢公抬局 汪直告退 汪直啊汪直 为什么你会替那个女约工担心呢 还为她说好话 不是告诉了自己 你不可以妇人之人吗 汪直的歌 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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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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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